这才叫顶级便服 这一局淘汰之王极其魔幻 但是结局非常舒适 郡师傅开机拿了一辆马萨拉蒂 前面看到有一辆车 这个方向的话直接蹦了 嘿嘿 没想到是一辆二级的保时机911 就非常简单 郡师傅是一路高歌 路过了乱石岗 穿过了大马路 最后也是直接拿下 六级拿了一辆EXO 算是-25的少年司机 还不错 刚拐过头又看到一个直接蹦 哎呀没有蹦场 小伙子来呀 跟我单挑啊 在这边看一眼他是什么车 没有主动蹦我 好像是一辆五级的大黑耗子 这玩意儿好啊 直接蹦了 这不我也是直接走野区 钻进了小苏林 虽然那个人没有什么死我 但是在小苏林的时候 他翻车了 也只能含泪被我拿下 七级车你们绝对猜不到是什么车 没错不是法拉利 而是一辆保时机卡燕 这个时候看到前面有人 咱们就直接给他碎上 哎呀八级的小雪呀 我们直接蹦了 不要慌 咱们等他一会儿 直接蹦 这个终点肯定会刷到那边的小镇 雪佛兰比较滑 就算不撞东西的话 也打不过我 我这树林小王子可不是盖的 直接穿过树林 最后也是成功拿下 发迹者是拿到咱们的主角 蓝博精英蝙蝠 后面也是来到了高潮 也就是绝赛拳 哇前面有一辆AMG1 压力大呀兄弟们 还有几秒 咱们直接冲了 油门踩到底 谁都不服气 这次咱们走左边的公路 前面有一个小空可以穿过去 穿过完之后 往左边拐就完事了 看这个AMG1怎么说 哇他往右边拐 开玩笑的吧 大哥 你AMG1不走直线呀 不管了 咱们还是要跑直线的 看下后面是个什么车 哎呀六级的蹦子呀 不管了 然后AMG1还翻车了 那这一把就稳了 看下地图 终点在半山腰 舒服 蓝博精英蝙蝠 爬个山还是没有问题的 来到三角下 没有一辆车跟过来 这个结局就极度舒适 咱们的蓝博精英蝙蝠 不会连个山都爬不上去吧 这还没有90度呢 距离重点还有200多米 依然是没有看到一个人 OK 那这一把稳了 哎呀 跟上来了 但是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第一是我的 嘿嘿 成功持继 蓝博精英蝙蝠 也是会爬山地 咱也不知道AMG1老大哥是怎么想的 怎么会不走公路呢 好了兄弟们 喜欢看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